紅色 大家好,全老懷斷的江湖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個老粉狂喜系列 那不是我們神獸大賽 是我們第二屆獅承杯武道大會要開始舉辦的 那之前的話在我們9月多的時候辦過我們第一次的獅承杯武道大會 老實講這個武道大會真的是辦得很辛苦 因為老實說我也是第一次舉辦 那獅承的話也很辛苦 他把他贊助了將近兩萬塊的一個買卡點卡嘛 那當初的話分成兩組就是我們的天龍組跟地虎組 那總共是128個人 哇這是上次的那個名單 那老實說也很感謝大家的參與啦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辦這種活動 因為老實之前是想說官方有辦過一次的活動 但是那個沒辦法 因為太多大佬了 想說我們自己來辦一個活動大家來玩一下 因為武俠嘛總是要來打架一下 那因為戰力的關係 有些大佬我們太強會導致一些新手 想說反正他參加了也沒有用 所以那個時候就分我們的天龍組跟地虎組 這樣這是我們天龍組跟地虎組的差別 那這是我們之前那個地虎組的那個得命的名單 那之後的話有些獎品嘛 兩千啊一千五一千這些 那天龍組的話就比較多的一些大佬 像之前的肥文劍心 但是他好像之後因為外掛的關係被鎖帳號了嘛 那有跟他詢問點卡 但是他好像也都沒回應 他也沒關係 反正給都給了 那之前的話 像我們天龍組真的是我們的大佬是很多 像西夜咒 然後有很多一些直播的老觀眾 像譬如說我們的一些 林之命好像也是在別的 別的刺服系好像也是大佬吧 然後那個柳千羽啊 一些一些很多的一些大佬 像那個劍水 然後還有很多我們一些那個 一些老觀眾這樣子 啊想滿天這些 那上次的話 還有我們的蘭大 那像上次的話舉辦也算是和平落幕了 那也算是兵主進歡 就是感謝大家參與 然後雖然說中間有一些凸崇 或者是有些兵荒馬亂的那個感覺 但是希望給大家有個不錯的一個活動 因為想到官方都不辦活動 嘛 那就我們自己辦這樣子 OK 那這一次的話 原來在前幾天的時候 師城又問說 要不要再來辦個活動 那他是說 要不要再來辦個第二屆武道大會這樣子 那因為之前的一個 麥卡點卡 因為他成本的關係 他真的是 也算真的虧蠻多的 所以他目前的話 也感覺大家有找師城那個儲子 所以目前他說希望就是來播個隱語 來播之前的一些隱語 然後來 來給大家做一個 第二屆的一個武道大會的一個獎品這樣子 OK 那再介紹那個 賽程的話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乾爹 那師城國際的話 他是一個袋鼠 就是我們這一次 應該說從 色雕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年的一個 跟他們算是合作還不錯 就是他們會出一些獎品 然後給大家做一個抽獎 像成都大賽 成都大賽就是送麥卡點卡嘛 那基本上已經送到第十二屆了 然後上次有辦過那個武道大會 然後他們也出了兩萬點 兩萬多塊的麥卡點卡 那目前從底到現在 他送的獎品大概已經 加一加大概快超過十萬了吧 對啊 那這是個袋鼠商 袋鼠商 其實老實說 袋鼠如果你去上網查一下的話 其實應該都負面的比較多 那目前的話 有些人會說 欸有怕是會是刷退的鑽啊 一些黑鑽 到時候會被鎖賬號 那或者是有些其他一些 步伐的一些東西這樣子 那目前跟他們合作起來的 反饋來說 玩家的反饋基本上都是非常好 就是服務也不錯 然後24小時 那折扣的話也都很OK 那那個回頭率啊 或是一些 大家的一些反饋 就是都還是很不錯的 那目前來說 就我知道他們絕對不是刷退啦 因為他之前會跟我聊一些說 偶爾啦 他會說譬如說他們的成本有上漲 所以可能會調高一點那個吧 啊有時候如果玩家會問的話 大概也會反饋給他們這樣子 像之前的話他們說什麼他們禮品卡 的成本好像已經到兩千七二兩千八了吧 所以之前好像很 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是賠本賣啦 就是賣給玩家還是 依照之前的一些價格這樣子 那最近好像比較好一點的吧 所以 又一些盈餘 然後到時候又可以來辦一些那個武藥大會這樣子 OK 那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喜歡玩遊戲會出點值 那如果你比較 不care是官方主子的話 那可以找一些 我覺得如果可以接受找帶圖商的話呢 其實師承人的國際其實真的還不錯 目前一年多下來 完全沒有負評 然後也沒有什麼糾紛 就是基本上完全沒有糾紛 沒有停過 那大家留言的話感覺都是很不錯的 所以目前的話應該是還算是蠻可靠的這樣子 那下面是他們的一些售價參考啦 一般來說 如果你三二九零 就是我們一單的來說的話 大概是兩千三左右 那像他之前長到兩千七兩千八 好像還是 跟大家說大概兩千四還是 反正就是他們 就是還是比他們的成本價再低啦 因為想說是回饋給大家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有其他外幣的話 也都可以詢問 這些新幣馬幣 人民幣啊 港幣澳幣這些都可以 那他是24小時的 所以 啊 早中晚都可以去詢問他們這樣 只要你有廚子 他不一定是有夜與江湖啦 其他遊戲基本上都可以 像比如說天堂W也都有 所以如果有儲值的需求 不管是玩煙雨還是玩其他遊戲 如果你願意接受一些非官方的儲值 然後又可以便宜蠻多 像比如說他大概是打七折左右啦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想要 省一點荷包 然後又想找一個可靠一點的儲值商的話 那 師城國際是很不錯的選擇 至少到目前為止來說 沒有沒有問 幾乎 應該說是完全沒有過 那一些負評或問題 然後 反饋也都不錯 那大家的一些那個儲值 目前也都是還算是順利這樣子 OK 那就是感謝我們乾爹贊助 那這一次的獎品 可能會比之前的少 不過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官方沒有活動嘛 然後我們就自己來辦個活動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贊助商 我們師城爸爸的那個 乾爹的贊助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第二屆師城杯的舞蹈大會 就是官方不辦舞蹈 官方沒什麼活動嘛 那我們就自己辦活動這樣子 給大家做一個 舞蹈交流的一個比武 那剛好這個稿 真的很方便 第一次寫 第一次比較痛苦 寫完稿跟寫完表格之王 第二次沿用其實就蠻方便的 那就感謝一樣 感謝大家的 對頻道的支持跟喜愛 真的 我沒想到 目前頻道大概一年多了吧 而且直播其實大概 都有大概一百到三百個人 其實 真的蠻感謝大家的 要不然這個遊戲 應該說 靜音頻道真的 如果沒有觀眾的話 真的是會蠻灰心的 如果 觀眾有多 然後大家一起互動 然後一起玩遊戲 其實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也喜歡大大沙沙嘛 像天堂 只說天堂 比較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錄啦 而且大的直播組 實況組比較多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的那個 啊 頻道裡面的觀眾 一般都是玩武俠遊戲比較多嘛 射雕啊 煙雨比較多這樣子 OK 那這次感謝我們 師城國際的大力贊助 那這次的話大概是五千元的一個 麥卡點卡的獎品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來做個說明 如果你是 之前有參加過 參加過第一屆的話 應該不陌生啦 之前參加過第一屆的話 流程應該都是 那個了解的 那如果是新玩家 或者是之前沒有參加過 那這次想來玩一下的話 也是OK 那現在介紹一下 我們賽城那個好了 鼻鼓大賽的話 就是分成報名嘛 然後先下賽 先下賽簡單說就是 我們這次總共人數是128人 128人之前是天龍跟地虎組嘛 這次我們就直接講師城組好了 反正都是以動物為主 然後 最後我們比賽的話 最後直播會是在我們16強 就是會找一天直播 那直接從16強打 一路打到我們的冠軍出爐 然後直接就 之後就會給點卡這樣子 那線下賽就是從128人 一直打到16人這樣子 在線下的時候去做 自己兩兩隊去做比賽 等會再跟大家做個說明 那報名的方法的話 預計是12月15號會上片啦 上片之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報名 那報名的話就是寫 一幅 然後寫 應該說是你的伺服器 看你是1伏還是7伏 然後 你的角色ID 然後你的戰力 其實這次戰力是參考 因為這次就沒有戰力的那個限制 之前的話天龍組是有戰力限制嘛 那地虎組的話也是有戰力限制這樣 那這次的話就不用了 因為這遊戲已經玩到後期 老實說大家就是拿出大家自己最強的實力 然後最華麗的陣容 或是最帥的時裝 反正就是給大家一個表現的機會這樣子 那這邊應該是寫那個 這應該不用寫組別啦 因為這次沒有組別的 好 然後其他人的話就是 那你有什麼其他想講的 譬如說 有一些建議啦 或者是有些感想啊 或是對頻道的哪些知識 反正想講 想講什麼都可以 我都會 我都會去看那樣子 那之後的話 會隨機在大家下面留言 那留言之後的話 到時候你再把那個信箱 因為上次很多人在問信箱 那個頻道信箱在哪邊 其實頻道信箱是在那個YT的那個 那個那個就是那個介紹那邊啦 不過沒關係 我直接寫在這邊了 就是信箱在這邊 SH UAN OLD 宣老 然後小老鼠 然後Gmail這樣子 那如果你在下面編號的話 那你記得就把你的編號 跟你的那個 mail寄過來 到時候 那個獅神那邊會創一個比賽群 就跟之前一樣啦 如果你有參加過應該很了解 就是一個比賽群 就是 參賽者才可以加入的一個賴群 然後到時候 比完賽之後 這個賴群也不會消失 那 之後會開放其他的 就是你想要跟一些大佬們交流啦 或是想找一些人PK啦 或者是一些交友 就是你可以一些比武啊 切磋 然後大家可以一些 討論交流 一些這個夜雨江湖的 一些遊戲啊 這些 那這個賴群之後是不會消失啦 那之後會開放給大家 那 比賽旗艦的話就是參賽者才可以加入啦 避免太多人這樣子 那如果超過人數上限的話 呃 主辦方就是我啦 我會自己去找那個 去選擇編號 因為之前的話是天龍地虎組合128人 總共200多人 哦弄起來真的是 真的是太複雜 而且哦 真的 每天晚上都在光編這些 跟光搞那個賴群就搞不完 那如果來不及留言 或是你沒有被選到的話 就期待我們第三屆 等我們吃成拔拔 如果 就是還有盈餘可以播來玩這個的話 那到時候在期待第三屆這樣子 那有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12月6 16號 一般我禮拜四晚上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開直播 到時候如果你想參加的話 可以直接直播 然後到時候會 就是 找個時間問一下大家 那如果你剛好想要報名 那你怕可能選不到你 那你就可以來那個直播現場 那個到時候你可以直接參 那個報名參加 我就直接優先 那比如說128個人裡面 直播如果已經先報名30個人 那到時候聖的 聖的名額 我再從下面的那個留言 再去做那個 就是挑選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的話 信納賽就是從 12月20號開始 一直打 打到12月25 這個是預定的啦 反正就是打到16強出爐為止啦 那 預抓的時間是1月2號啦 我本來是想說 12月25那一週 但是我想說 會怕會太趕 因為老實講 現在已經12月25號那個去了嘛 到時候等到 如果只有幾天的時間 我怕會太趕 所以想說 而且又要跨年 然後又要聖誕節 所以大家的時間 應該比較難巧 所以想說 好吧 那 那個 比賽時間 就是決賽時間 我們挑在明年好了 就是 今年的話 先把比賽 那個16強給搞出來 然後 1月2號應該比較清閒 大家跨完年也都OK了 1月2號的8點 我們就來直播 那直播的話 就是 16強的玩家 或者是一些觀眾 反正到時候 都會有些獎品 大家後面再說明 這樣子 OK 那 反正 這都是預定的啦 那 只要是有變動的話 會在賴群 就是我們這個比賽賴群 或在這個社群頻道的文章 都會公布這樣子 OK 那 比賽條件 上次有打過的玩家 應該不陌生 這次的話 戰力不限 完全不限 就是 也不用 也不用壓戰力了 反正這個遊戲玩到現在 也不用 也不需要壓戰力了 因為這個遊戲 戰力的 參考的價值 也比較低了啦 所以 老實講 反正就是打吧 那個 挑自己搭 最強的 實力去打 那總共128個人 那 唯一禁止的話 就是零波啦 因為 沒有零波的話 會比較好玩一點的 有零波的話 真的是 對上沒有 像我們每次打5道 對上 那個 沒有零波了 真的 有零波了 真的是太痛苦了 那 就是 不動零波一步 其他的話 隨意 你想要玩什麼都可以 那 記得一定要上4個人 那個 因為之前是有戰力的 就是有戰力的限制 所以有些人會把一個角色 拉下來 這樣子 所以這個 B上4個人 是之前的那個比賽規則 不過這次的話 沒關係 想去一樣啦 總是4個人打起來比較好玩 那現在賽道一樣 單淘汰制 1打1 兩個人自己去決定PK時間 就跟之前的那個 比賽的群一樣 進去之後 那個配對 假設你是64號 那你就是跟63號去打 那你們兩個的話 你們就自己 在這兩天之內 找一個時間 然後你們自己去打一場 打完之後 勝者去做 在Lite群裡面去做回報 這樣子 跟之前一樣 如果你參加過的話 應該就不陌生了 然後一樣 從128 打64 打32 那 一般說是打3場 這邊打1場 打2場 打3場 打3場 到第16 前16強之後 那就這個的話 就是在我們1月2號的時候 再打就可以了 OK 那16強的話 一樣 但是 然後 記得喔 1月2號的晚上8點開始 那 大概7點 半的時候 就會 我應該就會直播上來 然後就是 開始點名 這16個人 那如果有缺額的話 到時候 可能會從這32強 32強一些落敗的人 看看有沒有要臨時報名 這樣子 如果你是 當天有事情 或是突然找不到人 那 宣布超過5分鐘 如果人都不在的話 那就沒辦法 這樣子 那 反正淘汰賽之後 勇奪第一名 那就是我們 這次 第二屆 獅承被舞蹈大會的冠軍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的話是比較那個啦 就是線下賽的話 就是大家 你們雙方自己約戰 那 一搶決勝負 那勝者的話要回報 那我會再記錄在那個 社群筆記本裡面 那像之前那樣 有些人 就是在時間內 找不到對手的話 像比如說他 可能第一天找不到對手 第二天他還找不到 他的對手的話 那基本上只要到 就像我下面寫的 只要到最後的那個晚上 如果都找不到人的話 那就直接宣布你的對手 棄賽 你就直接晉級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那 預賽的話 預計是12月18號到19號 兩天的時間 兩天的時間 反正你就兩個人 繼續找一場時間去打 打完之後勝者回報 那反正全部打完之後 就會升64個人 那最晚的話 12月20號的中午要結算 因為我還要在編排 那個第二輪的那個 戰法 那一樣 那個預賽這樣打 初賽打 副賽打 那反正 這時間是預計的啦 只要如果超過的話 到時候會再往後延 或往前條都是可以 反正在1月2號之前 就是搞定前16強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那個 比賽的那個 那比賽規則的話 沒什麼 超過戰力應該是不用啦 因為這次沒有戰力 那就是人員沒有到啦 或是陣容那個未達到 就是氣賽這樣子 那如果在 就是那天直播16強 如果你沒有到的話 就自動棄權 那再來的話 其他的話 因為 之前低劍 真的是比較多 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啦 那包含我 因為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搞嘛 那有其他 師承的幾個玩家 會幫忙輔助 就是維持一下秩序這樣 之外 都是一個人在搞這樣子 所以會比較 兵荒馬亂一點 所以 如果什麼不可預期 或幹嘛的話 我就自己 就是 真的沒有辦法決定的話 就是我自己決定 這樣子 OK 那比賽之後的 隔幾天 我會把那個 就是大家的那個 得獎的人 參賽的一些 就是獎品 我會把它PO在我們的那個 文章 那個社群上面 那大家就 再去留言 然後再把信箱給我 然後再把一些點卡寄給大家 這樣子 OK 那前面這些廢話就先不用講 前面這些廢話就是那個 聽一聽就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獎勵 那這次的獎勵的話 第一名 就是我們兩千人的 買卡點卡 那第二名的玩家就是一千 那第三名的話就是五百 那四到八名的話 就是各一百五這樣子 那直播觀眾獎的話 這次 那就是直播觀眾獎的話 就是我們到時候 像上次這樣 打完直播之後 就是打完十六強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就會挑幾個觀眾 那就是 兩兩PK PK贏的話 那我們就送那個 五十點的買卡點卡 那大概有六七張左右吧 對 所以就是 反正 兩個人就是 算是表演賽啦 就是 你可以找你的那個直播的觀眾 你 就是到時候會點名 或是 你可以報名 然後到時候 有誰跟誰PK PK之後 你們兩個去打一場 打完之後 我們看你們的紀錄 那看誰贏的話 我們就直接 給你那個 那個什麼 觀眾獎這樣子 所以大概 總獎金大概是五千啦 那 算說沒有比像 算說沒有比像 之前的那個 第一屆 跟第二屆來得多 因為 之前那個 師誠爸爸噴兩萬 真的是很猛 那個 真的 感謝他 第一屆的時候 那個獎金 五千的那個 但是 最主要是被外掛拿走嘛 其他的話就 老實講 五千加在這次的話 其實應該也還不錯這樣子 OK 那就是之前的一個 之前還有服裝獎 第一屆的時候還有服裝獎 就是大家很有趣的那個 PK服裝 然後用投票的方式來看哪個 服裝比較特別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第一屆的參戰內容 其他的話都差不多啦 那這次的話 就是一樣 要感謝師誠國際這樣子 那 希望大家如果在留言的話 建議 就是 呃 大家還是感謝一下 師誠的贊助 因為老實講 呃 不然這種活動對他們來說 雖然說是廣告 但是其實老實講 也是拿出他們的真金白銀 去給大家當獎品 所以 而且他們獎品才有辦法辦活動嘛 要不然 用比賽沒有獎品 大家參與的那個 踴躍度可能就沒那麼高這樣子 所以還是感謝我們師誠爸爸 如果 大家對於那個就是 儲值 或者是玩遊戲 一些 如果能接受的話 想要便宜一點的話 其實還是 蠻建議我們的師誠爸爸這樣子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都可以 掃QR Code 或者下面有那個Line都可以 那個聯絡他們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那今天的影片是我喜歡支持一下 我的懸老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